中國電訊公司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 星期一在加拿大的一個法庭出庭 法庭將決定她是否應該獲得保釋 目前她可能會被引渡往美國面臨詐騙指控 加拿大的公訴人目前認為 孟晚舟在引渡聽證之前都應該被關押 而她的律師則表示由於健康的原因 孟晚舟應該是被保釋出獄 中國星期日召見在北京的美國外交大使 強烈抗議對孟晚舟的逮捕 並將她稱作為性質及其惡劣 還要求美國取消引渡她的請求 美國表示孟晚舟是違反了美國法律 和伊朗進行貿易往來 外交部副部長駱玉成在召見美國大使 布蘭斯塔德前一天 和加拿大駐華大使麥加蓮進行通話 抗議加拿大在12月1日 在溫哥華機場應美國要求對孟晚舟的逮捕 中國外交部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駱玉成是對布蘭斯塔德表示 美方所作所謂嚴重侵犯中國公民的 合法正當權益性質極其惡劣 中國當局敦促美國立即採取措施 糾正錯誤的做法撤銷對中國公民的逮捕令 孟晚舟如果在美國被判有罪的話 將會面臨最高30年的刑期 加拿大公訴人星期五 在一場法庭聽證會上聲稱 孟晚舟2013年的時候 在溫哥華進行了欺詐 他對金融機構說 中國的華為和香港的一家 違反美國禁令向伊朗售賣商品的 天通科技有限公司是沒有關聯 不過公訴人表示天通就是華為 孟晚舟的律師拒絕承認欺詐指控 表示華為已經從天通設置 有關的孟晚舟部式的聽證會 星期一繼續舉行 現年46歲的孟晚舟被逮捕的消息 也是美國和中國兩個世界最大經濟體貿易談判不穩定的現狀 上星期使得股票市場產生動盪 令投資者在全球都帶來了顯著的損失 有關聯合舟 有關聯合舟 有關聯合舟